佛经常用植物来做比喻 像种树 一定要有种子 众生修福 当然有种子 没有佛种子 你怎么能称佛 那佛中心是什么呢 实在讲简单称佛心 这个地方讲佛的中心 佛中心就是真自信 一切众生本有 那为什么佛中心不在 不是不在 是我们迷失了自信 佛中心不能现前 现前起作用的是什么 是我煎 我爱 我慢 我吃 这就是起心动念 四大烦恼 我唱香水 他不间断 前年是染雾 后年也染雾 二 染雾虽然有亲众不同 都是这四种烦恼 混杂在一起 凡夫不知道 把他当作火 头有个魔剑 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 我这个字的存在 完全是一种无悔 那有没有真我呢 真我有 涅槃三德里头 都是永火 那是真我 那不是假的 那发身有无 薄热有无 泄土有无 长落我尽 这四种四德 这是自信的本句 我是什么意思 主在的意思 自己能做得了主 这才能成功 自在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 执着这个魔剑 不能做主 他也不得自在 他是烦恼陪伴着他 遇到事情 烦恼做主 他自己不能做主 我们今天要修佛 要远离忘心 把真心找回来 真心就是佛心 就是佛众心 要好好的保护他 不要让他 再被障碍了 我以为他会有